我们来问一下杰老师 这个沙烏地要举办这个所谓的 俄乌和谈的会议 可是很有趣的就是说 这里面应该如果是一个和谈会议 应该是当事国两国都参加 现在很确定是俄罗斯是不参加的 那所以就是说他如果说是一个和谈的话 也可以说是就是说 一部分国家跟乌克兰先协调意见 然后把有一个共同意见以后 将来在谈判桌上去跟用集体的力量 去跟俄罗斯进行谈判 所以先形成一个谈判立场 那很显然的这一场这个所谓的和谈会议 虽然是由沙烏地阿拉伯出面 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吉达来召开 可是看起来又好像是美国的 在幕后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怎么讲 一个一个整的一个策划的人 那所以这次目前现在感觉上是有一点突然 就突然国际社会传出来一个声音 就是说沙烏地阿出来办这个会议 好像一下跳出来这个 俄乌的和谈好像有一点点这个 有一点点这种怎么讲 有一点这种征兆出来了 可是实际看又不是 那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个国家会参加 还是不是很确定 那时间也快到了 因为他预计是在5号到6号之间 在吉达就要召开了 那这些很多都是传闻不确定 说大概有30个国家 那么乌克兰可能会参加 俄罗斯已经确定不会参加了 所以呢俄罗斯的这个 克里姆公共发言人 基本上他基本上对这个会议的看法 他显然是站在一个对立面 所以他的讲法是说是集体西方与俄罗斯的战争工具 对 对不对 他说基辅根本就 乌克兰根本在目前这些地方 根本就不想要和平 所以和谈根本还没谱 你开什么和谈会议呢 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和谈会议等于说是一方面的 正在整合一部分国家的利益 一部分国家的利益 那过去就是说中国大陆会不会参加 对 有人说是因为这个找沙拉伯的阿拉伯 就是希望透过沙拉伯的阿拉伯 把中国大陆也纳入这个会议 那现在还不晓得 那不过现在知道会参加有一些国家 外面传说印尼啊埃及啊墨西哥 这些都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 那么欧盟跟美国也会参加 所以事实上如果是美国在幕后主导 应该美国现在在整合很多国家的意见 把对于未来俄乌要和谈的时候 从乌克兰跟美国的角度上 应该提出什么样一个和谈的条件 谈判的这些各个工防的要点在哪里 其实现在等于就在整合意见 可以说虽然是以和谈为目标 可是目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结合一些发展中国家 形成一个集体的力量 再将为未来的这个谈判做准备 那所以这个目前讲说 很可能的就是说 美国的国安顾问苏利文也会参加 不过不管到如何 就是说这是这一两天传出来 突然传出来的消息 那可见美国也可以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推出 美国也已经在做未来俄乌战争的和谈 已经在做准备工作了 而且又是用一个集体的力量 来对俄罗斯方面施压 那到底什么时候真正俄罗斯 跟乌克兰会坐上谈判桌 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俄罗斯已经讲了说 乌克兰根本不想和谈 那不过美国现在已经有这个动作了 也是不是显示说美国对俄乌战争 已经有一个想要让他 走上谈判桌的这样一个准备了 那如果说确实百分之百 是美国在幕后策划的话 那也可以说美国的拜登政府 事实上已经在为 未来把乌克兰送上谈判桌 已经在预作准备了 好 赖老师 这一次的俄乌的会谈 和平会谈是第二次的会谈 延伸了上一次是在北欧 中国大陆没有参加 俄罗斯没有被邀请 一个相关的当事方 没有被邀请的和平谈判 怎么可能推得动 所以这样的一个会谈 其实就是要止战 那怎么止战 那基本上就是要联合多数的国家 给俄罗斯施加压力 让俄罗斯不能够继续进行 他的军事上的动作 不切实际 所以第一次中国大陆没有参加 我预估这一次中国大陆也不会参加 这道理很简单 中国大陆如果参加 他以美国为主导的方式 还有乌克兰也有派代表出席 那如果大陆没有站在乌克兰这边 那他就变成 这个美国所主导的一些国家 攻击的一个对象 这样的情形 他得罪了乌克兰 可是如果他今天站在美国这边 他得罪了俄罗斯 那这样的情形下 他两边都得罪 划不来 可是之前中国大陆是两边都交好 他跟乌克兰的关系很好 跟俄罗斯的关系也很好 所以他原来是两边交好 所以他的和平特使 可以穿梭于两边之间 可以穿梭于欧盟 跟多方之间 跟德国 法国 波兰等之间 可是如果当他一旦 选择跟另外一边交好 就会得罪另外一边 他为什么要去参加 那美国这次为什么要特别 由沙特 沙烏地阿博来办 沙烏地阿博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提高他的影响力 跟他的政治资源 但是美国人就是要利用沙烏地阿博 现在跟中国大陆关系很好 要由沙烏地阿博给中国大陆施加压力 那问题就在于 我个人认为 中国大陆会跟沙烏地阿博很好的沟通 说他为什么不参加的原因跟理由 我觉得这个沙特 沙烏地阿博也会知道说 我没有必要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么跟中国大陆关系搞坏 因为他们有一千多亿的贸易额 而且未来城的一个兴建 事实上一直在增强 更何况 沙烏地阿博很清楚知道 他跟中国关系的友好 使他有筹码跟美国叫板 那也让美国不敢再对沙烏地阿博 予取以求 反而要对沙烏地阿博 客客气气 所以我个人认为 对沙烏地阿博来讲 也不会因为中国不参加 而开罪于沙烏地阿博 美国这个算盘不成功 也并不高明 我比较关注的反而是阿联酋 就是阿联酋跟中国大陆在西北 新疆的联合军事空军训练 这个部分里面我们要看的是 阿联酋带的是美国的战机 还是法国的战机 因为如果阿联酋带的是幻象 2000 那这个对台湾当然会有影响 如果他带的是F-16战机 当然对台湾也有影响 那美国所能够阻止的是 如果他带F-16战机的话 美国可以阻止 但是问题是 如果他飞过去的是幻象的话 那情况就不一样 不过两军在这个地方 举行联合军事训练 这个对于对阿联酋来说 近距离的了解 接触中国的这个主力战机 这个对未来中国大陆 要把军事武器再卖到阿联酋 也开了一条路 那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 无人机在中国大陆的应用很广 而且它的生产制造能力很强大 那有很多功能特别强大无人机 它可以用在军事方面 我们叫做军民两用无人机 在2015年的时候 大陆就对这样的一款无人机 已经有限制了 也就是说 你的飞行到300公里 续航可以一个小时以上 起飞重 还有就是说 你的光学的奈米的系统更强大 你的雷达的定位系统更强大 测距离更强大的话 那这些是管制的 现在管制更严了 这一波的管制是暂时设施 暂时措施是两年 9月1号开始 然后到2025年的9月1号之前 这两年内 那并不是说不准出口 而是要经过批准 以前是你只要有订单 你就可以出口 现在是你有订单 你要经过批准 那出货的 你必须要确保这件事 就是说你要知道对方 要用在什么地方 而且呢 你应该要知道对方 可能会用在哪些地方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是不能够被用在军事冲突上 不能够被用在武装冲突上面 不能够被用在这个恐怖分子的攻击上面 换言之也就是说 我的机器不能够被用在恶物的冲突 或者是现在所爆发的内战 或者是有一些政变 都不可以使用大将的无人机 或者是中国大陆无人机 那因此出口商 他就必须要确认 对方是不能够把你的东西拿去转卖 或者是流入黑市 或者是你要确定它用在哪里 等于是这个整个审核就更加的严格 好 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就是把功能拉得很小了 例如说起飞重7公斤就不行了 所以你载弹 例如说你的炮弹 那就不可能了 因为你起飞重 然后本身的机子不能超过4公斤 然后你起飞重7公斤的话 你想你一颗炮弹要几公斤 所以基本上来讲你就抓 而且不能够空中投射 以前是空中投射 美国有很多Amazon 他们对于他们的美国的很多社区 他们在配送货物的时候 他们都用无人机 那是要投放 可是无人机要投放之前 它会有一个雷射去测距离 那个测距离是很准的 那现在那些都不行 有这些功能的 所有的都不可以卖 所以我想不是不可以卖了 要经过批准 那你想除了对于乌克兰的战争 对于很多地方的战争以外 坦白说对于欧美的很多国家 那么他们使用这个无人机 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限制 那因此美国的军方 其实也是大量使用中国的无人机 那他们也都开始被限制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这个对于很多欧洲美国来讲 都是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它的关键的零组件 因为它不只是整个无人机 它包括零件都不能够卖 卖都要经过批准 那你本身有进口的 它坏了怎么办 好 来 无人机老师 其实这个在无人机 这个新兴的工业产品领域 中国大陆大概是全世界名列前茅 对 那大疆事实上是主要是 使用这个生产民用无人机的 它在全球市占率 这边写大概70% 那你在这个全世界 很多你买到的这个无人机都是大疆 在台湾你就要上网站去网购 买来也是大疆的 对 在台湾你到有的时候海边 很多人在玩那个无人机 你看它玩的大概都是大疆的无人机 所以这个大疆这个产品 不只是说在全世界 这个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风行的产品 而且就在台湾也是一样 像我们新闻部空拍机也都是 都是大疆的 因为它的型号非常的多种 而且操控简单 然后这个功能也蛮多的 不过这次中国大陆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它是几个部会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 房科 工业组 中央军委联合发这个命令 基本上主要是针对有军事用途的 包括零件跟最后的成品 对 它都控制 可是大疆这个公司 在大陆这个政府的这个 这个禁就是说所谓的这个 所以要出口 输出要经过许可 大疆公司马上也就做了宣布 它说他们从来没有制造设计 任何做军事用途相关的 这些无人金 所以大疆基本上就是一个民营的 可是为什么这个对中国大陆 对这个有人在猜中国大陆 为什么要设这个禁令 最主要还是俄乌战争 因为俄乌战争现在 在这个整个来讲的话 它的这个无人机的使用率 已经非常的高了 它在战场侦查 然后战场这个参战 然后事实上以最近来讲的话 这个乌克兰 那前两天在这个攻击 俄罗斯莫斯科的商业区的 也是用无人机 那那种无人机看起来 不是真正的军用无人机 它很可能是民用无人机 可以改装的 因为它的那个基本上很难侦测 那所以这个这个部分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说 把这些成品就明白的就表示说 我不要我不准出口 也就是说任何将来 有人要栽账说 中国大陆在俄乌战争 或哪里战争 它协助哪一方 这个从根源里面就禁掉 那中国大陆的军用无人机 都不是大一样生产 以这个所谓的双尾歇也好 或者说的它的无针器系列 都是另外的厂 专门生产军用无人机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正好显示出中国大陆在这方面 事实上在这个产业界 是须于领先的地位 我们来先问一下介老师 就是白宫最近也被问到 就是记者会问到 这个赖清德 进入这个白宫的这个说法 可见就是说 这个说法在白宫 在美国华盛顿 现在还在发酵当中 还在发酵当中 所以赖清德他这件事情 这个被这个 这个Financial Times披露以后 那么赖清德曾经私底下说 他没想到美方的 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 我想他这个认知 对华府 对于台湾的重要的政治人物 把美国扯进他的政见里面 他对他这个后果到现在 还不了解有多严重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 赖清德的做法 已经重创美国对他的认识 跟信任了 那这一次他去美国 要去过境的时候 他就会感受到 会更亲身感受到 他这个在对美国政治的这种无知 是他自己要付严重代价的 因为美国的看法就发觉说 怎么会如此的缺乏 对国际政治的基本尝试 随便消费别人的国家 随便消费别人的政府 这个在国际上 人家会觉得 这个就是一个不可信赖的人物 我觉得就是说 在国际政治里面 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信任的这两个字 如果发觉对方 是完全不能信任的时候 或者是这种 这种就是有一点暴冲型的 这种暴冲型的性格 在这种国际政治里面 人家就很怕 把他作为一个对手来对待 所以这件事情 你看白宫在这个记者的时候 有人要问他这个问题 这个会提这个问题就显示 这个问题在白宫 在华盛顿这个政治圈子里面 还继续在发酵 这就是会认为是非常离谱 一个说法 然后基本上也会影响到美国 跟他整个他所坚持的一些 他在两岸关系上的一些基本立场 所以你看他就 他一定会说 我们的一中政策不变 所以基本上赖清德这种作为 从我们过去来看的话 他就是做求给别人讲 来打我们自己 对 所以就是说 你的政治主张是一回事 可是你对真正现实的 这个政治运作的无知的话 跟你的政治主张 有时候正好带来反效果 那这种人 真的是不太适合做他的这个 而且他最近他的那一篇 就在美国 Wall Street Journal的那一份投书 那个英文 那个程度 在这个外交圈也传了很多 大家都在看说 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英文的 这种程度的东西 就拿去到国际上去 去投书 让人家觉得台湾 怎么这个英文程度这么差 那其实这个反应是什么 反应就是说 他整个的这个 这个外交团队的素质太低了 他太轻忽这块 素质太低 那其实民进党 虽然整体说来 他在处理对外工作的 那跟国民党的团队是不能比的 可是也不会差到 像赖清德 目前这个团队这么差 那可见赖清德 他这个选举班底里面 跟民进党 这个党的机器里面 过去在处理这些国 就是说起码 这个蔡英文在用的这个团队 中间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那样一篇文章才会出去 让他去到国际上一笑大方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 事实上真的是一个各方面 都也是距离 这个应有的水准很差的 而且他内部反映出来 他这个团队里面的数字很低 而且低于民进党 已经很低的水准更低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是很 怎么讲呢 他的整个如果说 他在继续领先台湾的选举 对台湾来讲的话 真的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我认为真的很危险的事情 那这个吴钊燮讲的这一些 他每次在国际上接受访问的时候 我觉得只有一句话 他就是一段 不止在 不断地在提醒大家 他是一个台独分子 他推动的是台独式的外交 就是如此而已 好 赖老师 耐心得由于他的台独的标志 非常明显 所以他过境美国很敏感 美国也很明显地感受到 他的过境美国很难处理 那谢峰也已经表明了 就是会阻止 全力阻止耐心得过境美国 那美国如果还是让他过境的话 中美的关系 当然就会继续往下走 那美国如果要修补 美国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那当然美国也会反过来 要求台湾付出更多的代价 给美国来作为一个填补 这个就好像我们在 向美国采购武器的时候 都有一份费用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国际 我们买武器都比国际贵 因为有一份就是政治的费用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对于台湾来说的话 到最后倒霉的又是我们 那我们的选民要选这样的一个 结果要让台湾付出更多代价的 候选人选民要想清楚 吴钊燮的讲话逻辑不通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就是大陆对你好 你就会对大陆好吗 你就不会反中吗 第二个呢 你提到的就是说 大陆的目的是要争取 要争取台湾人民的支持 那大陆争取台湾人民的支持 你也知道 他要争取台湾人民支持什么 支持统一 所以如果大陆协助台湾 重返联合国 或者是加入国际的组织 那两岸就统一了吗 那你民进党就会 开始支持两岸之间 要走向统一 然后让台湾重新 进入国际社会吗 那统一了以后 那台湾本来就是在 国际社会了嘛 因为已经统一了嘛 所以 统一 那当然唯一代表 这个合法中国的 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那就两岸一旦统一了 那就任何国际组织都能参加了 不是就如此吗 所以吴钊燮 你这个逻辑 要努力一点 那还是老话 大陆即使对你再怎么好 你还是会反中的 所以你不要搞台独 以为大家都看不清楚 大家看得很清楚 美国国会其实动作做很多 但是意义不大 重点是在于美国的行政部门 美国的行政部门怎么做 才是重点 也就是说 即使他们又通过了这个法案 那个法案 可是美国行政部门都不做 坦白说 两岸之间的现状 或者是中美的变化都不是很大 可是当美国行政部门怎么做的时候 中美的关系就变了 例如台湾旅行法不是已经通过吗 为什么 蔡英文永远是过境美国而不是入境呢 不是有旅行法吗 那就代表什么 他们的行政部门就是不肯做 也不敢做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不过我觉得如果说假设 美国把给台湾的武器 越来越走向攻击性的武器 那美国就是要把台湾 慢慢推得像乌克兰一样 也就是准备 美国要用台湾人的命 去消耗解放军一部分的战力 我觉得这个心就很可恶了 所以台湾的民众脑袋一定要保持清醒 永远不要被美国人设的局 把我们推向乌克兰人的下场 乌克兰人今天的命运 他们当初的政客没看清楚 我们可看清楚了 我们台湾人不要上当 不要被骗 不要被设到这个局里面 还有一点 我想军事的部分由吕斯来讲 因为他很内行 我讲一下冯德莱恩 冯德莱恩他是欧盟执委会的主席 冯德莱恩在接主席 这个位置都是部长集结的 他没有权利决定国防 没有权利决定安全 他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他没有权利决定欧盟跟菲律宾的 安全上的任何协议 为什么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欧洲有军队吗 欧盟有军队吗 没有 那欧盟唯一有的军队 就是各国自己的军队 那各国自己有的军队 他们会听你冯德莱恩吗 一个部长级的 当然是听他们自己的总统 那因此这些不可能做的事 冯德莱恩可以跃权这样做 很明显的他不代表欧洲人的利益 如果按照基庭所说的 那冯德莱恩涉嫌 他是美国人的特务 他是在为美国人说像 而不是为欧洲人说像 赖教授 当然有可能 因为这个要涉及到你的 破冰的技术跟能力 跟破冰船的设备 目前来讲 中国大陆是具备的 少数几个国家中 有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第二个 你要有一个支撑点 那支撑点目前来讲 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非常的紧密 所以俄罗斯也很欢迎 中国大陆跟他一起 去经营北极这个航道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我觉得中国大陆 在北极这个地方的活跃 会越来越大 而且这个对美国来讲 或是对于周边的国家 包括加拿大等 他们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我觉得很多人 在分析习近平的时候 我觉得这十几年来 都一直犯了一个错误 习近平本身对于贪赌 就是零容忍 零容忍 他从在福建执政 一直到浙江 其实他的有个 非常鲜明的一个特色 但是低调 但是很鲜明 就是他对于贪赌人 是绝对不容忍的 所以他执政的过去中 到现在都是如此 刚开始他开始在清洗 大规模的清洗 这些贪污腐败的时候 很多人说他为了要整肃义己 对 可是你想想看 这是第三任 对啊 他对于用的人里面 只要涉及贪赌 马上把关 马上就法办 对 从来不加以辞涉 而且从来 不会姑息养奸 不收乱 尤其是军队 军队如果涉及贪赌 这个军队绝对不能打仗 是 因为你想想看 这个贪官污吏的军官 他满脑子想的一定是我怎么保命 因为我那么多的钱 我怎么去享受 是 所以他绝对不会卖命演出 他不会为国家牺牲自己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火箭军 你看司令换了 政委换了 而且这一次的布达 是专门为这两个人 然后军委会的所有的成员 几乎都到了 那就是为这两位人士来布达 过去有时候布达都是好几位 可是这次专门为 我个人是认为说 他们本身的态度很明白 那也就是火箭军的几个负责人 都已经下来了 那在这一次 他到西部战区的讲话中 就是你从上到下要反腐 而且还有一个新的规定 就是反腐要追溯到六年 是 他鼓励民间的厂商 你跟军队有过 你知道有人涉贪 不管是装备工程各方面 只要军队有涉贪就检举 就要提清 我觉得他们在这一波的 打击军队的腐败这个部分 中国大陆这个家丑不怕外洋 你看中国大陆对于 这种贪腐的家丑 从来不怕外洋 坦白说我也很期待 台湾在贪腐这个部分 也是要家丑 不怕外洋 但问题就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知道贪腐的情况很严重 结果却没有抓几个人 这个实在是令我们匪夷所事 绿营的架把劲 架把油 你已经执政了 快八年了 抓几个大老虎吧 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听到贪腐 但是怎么一个都抓不到呢 明镜堂不要护短 贪腐的绝对不要手软 手软成这个样子 实在是不太像话 干脆选民就让你下架吧 如果你再不抓的话 但是我们一分钟的 时间进广告前 这里头现在看起来 这个山东建 现在有分析说 未来可能会有两次 一年就不可能像一次 而且看起来 现在突破第一岛链 已经变成一个常态了 这一定是常态了 因为山东建 他为什么讲到说 前期的演练 前期作战能力 就代表说 日夜间的作战能力都具备了 也就是你日间的起降 跟夜间起降 我们都知道航母 夜间起降是很危险的 那能够全方位的演练成功 那也就是说 这个航母不会只是 能够白天作战 晚上也能作战 既然是全起的 日夜都能作战 穿越这个岛链 已经成为一个常态 这位美国陆军的步兵师指挥官 魏美会坦白过了头 他说北京在太平洋区域 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应该讲西太平洋 东太平洋 大概北京也不好意思 那么张扬 然后美国不是要扩大自己的军队 那要怎么样 仰赖盟友 可是我想来想去 他有什么盟友可以让他靠 澳大利亚吗 加拿大吗 还是纽西兰 好吧 就靠日本好不好 韩国 还是要靠菲律宾 还是靠印度 我想来想去 我找不到说 像美国在北约里面 有英国可以靠 有法国可以靠 就算军事力量都还不差的 要不然瑞典也可以凑一脚 土耳其也还不差 军队人数也够 可是问题 美国想要仰赖这些盟友 好像没有哪一个在军事上 是堪用之徒 这是会不会太梦幻的 要么你美国自己亲自下海 要么你要仰仗这些很虚幻的盟友 我很纳闷 连AUX搞个澳大利亚 你好像很勉强 在凑上个扭心 都还打你脸 因为搞军事这种东西很花钱 短期间看不到成效 没错 我想不通 这位美国将军怎么会这么坦白 至于三冬舰 也不能叫突破第一岛链 因为进出宫古岛是很正常的 进出巴士海峡很正常 为什么很正常 因为航空母舰 最好在三千公尺深以上 很庞大的海域来演训 总不能在台湾海峡演训 客机那么多 都不是很适合的地方 空域也不适合 海域也不适合 南海好像也没那么理想 其实全世界最理想的 平均深度最深的 就是西太平洋 它的专业术语叫菲律宾海域 菲律宾海域不是菲律宾旁边 从东京湾以南 小丽园群岛这全部都是菲律宾海域 所以在这地方演训 不管是未来的福建舰 现在的山东舰 过去的辽宁舰 一定都在这附近海域 这个就是在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 中间的这个区块 这个是一个公开的 国际的合法的公海的演习场所 那我都不晓得这个有什么 专列地级岛链的问题 没有这个问题 你说日本就能够靠个公国海峡 就把这个解放军的军舰锁住吗 会不会太天真了 就今天请教蔡英文员 我觉得赖清德 现在想选举 想要做一些比较文青的事 可是这些诉求 对年轻人已经没有效果 因为经过了八年的文青风的轰炸 你赖清德在什么高端 高档的话 你也不如蔡英文 而且蔡英文在什么做 大家也觉得 我是你身上那一块最软的肉吗 对不对 已经皮了 在玩这种游戏 只是老梗玩不出新把戏 所以不要以为大家会买单 那个出事滥造 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侯又宜到日本去访问 产经新闻是日本极右派的一个媒体 所以当然需要讲你反中 亲中打这个议题 侯又宜讲的是 意思也不能说错 他的口才大概只到这里而已 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不过侯又宜他们家来台湾 比我们家至少少了两百年 所以我比他更土 侯又宜最好的标准答案 不要这个时候刻意强调 让日本安心 为什么台湾有什么义务跟责任 让日本安心 这个地方他幕僚 可能要做一点调整 那既然翁千玉 这个王臣志当然是很好 见见日本的国会议员也很好 可是我如果他能够再提这个东西 就是说 我就是侯又宜 我要跟美国当友人 跟中国大陆当友人 跟日本人当友人 就是我抹墙壁面面光 这个时候不用去让人家解释 好像意思就是说 我是土生土产台湾人 我不亲中 那我跟日本一样反中吗 会有这些语病 我觉得他的幕僚 金太师在准备的稿子 也要改善一下 至于这个梁文杰跟王时期 是民进党里面非常代表性的人物 他们两个都是外省第二代 梁文杰听说还是反共义势的 还是什么第二代 不管你什么第几代 怎么会讲出说 王时期会跟梁文杰说 不去抓人 哇好大的口气 一讲就是要抓人 那梁文杰很委屈 我没有法律支持 是我不能抓人 民进党只剩下抓人是不是 民进党最后一招 实在是很可笑 委员这个不是王时期说的 这个其实是 王时期在主持里头 这个是我们那个标题 大概是网友当中可能提到 网友讲的是啥 王时期讲什么 不然怎么会落出这个标题 所以他以为很委屈 好像有法律 才可以打宗教 打台商 那禁止这个 请问你台湾的宗教 大部分从中国大陆来的 对 连佛教也是 妈祖 关公 对 都是 不过民进党的台独分子 他认为 妈祖跟关公不是中国人 然后妈祖跟关公也不同国人 因为关公是汉国人 然后这个 妈祖是宋国人 好吧 他们神经已经臭乱了 吴钊燮接受英国媒体专访 或澳洲媒体专访 他接受专访 倒是忙得不亦乐乎 但关键是 我们参加国际组织的机会 有没有什么成绩 是 没有 没有 我们邦交国的数目有没有增加 还在减少 是 那你整天接受的媒体访问 好像你讲讲中国的坏话 我们的处境就会改善 是 这会不会太天真了一点 而且我不客气讲吴钊燮 你跟这个媒体讲一讲 世界媒体也不会爆 为什么 你就出口转内销 到台湾媒体跟你爆一爆而已 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那真的要吴钊燮 或者是这个陆委会的副主委 梁大副主委 你们两个能把这个两岸的问题 给稳定下来吗 你能够让我们对于这个邦交国 国际组织或是FTA可以签得更多吗 拿出绩效来啊 或者说我们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一些 民生物品水果农产品 你们有所贡献吗 你既不是我们经济的推销员 你不是也不是我们政治的推广员 那你只整天上这媒体 讲东讲西又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你白拿我们的薪水 那我只能说 唯一的办法 这些关联跟摆在我们家角落上 垃圾没有两样 早点把它倒掉 来 教授 侯友宜在面对日本的右翼媒体 传经新闻说 这个国民党或者是侯友宜 比较亲中 亲中没有什么不好 亲中是正确的 为什么 因为亲中才能够改善两岸的关系 日本现在不是很忧虑 说有哪一方片面的改变两岸的关系 然后变成日本有事吗 然后变成全球有事吗 那你现在日本如果想要全球无事 要日本无事 那当然两岸关系要改善 那两岸关系唯一能改善的 难道不就是国民党吗 难道不就是国民党的推出来的候选人 侯友宜吗 对 所以当侯友宜面对日本人的这样的一个 右翼的媒体 这样的一个提问的时候 我如果是侯友宜 我当然会说亲中是正确的 亲中是好的 因为只有我三位候选人 只有我能够改善两岸的关系 只有我能够让整个两岸 亚洲全球和平稳定发展 对 那难道你日本人希望战争吗 对 难道你日本人希望哪一方片面的改变现状吗 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日本应该要求证 对 而且我们国民党不只是两岸关系好 我们国民党也亲美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也很好 那我们既然跟美国的关系很好 而且我们国民党的这么多的领导人 历届的领导人 都跟美国有很深厚的关系 从老蒋先生到小蒋 然后一直到现在 哪一届的领导人 不是跟美国有很深厚的关系 朱立伦都还留美的 都有很深厚的关系 所以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好 跟大陆的关系也很好 这个是有利于整个区域稳定 哎呀 侯友宜 太可惜了 那叫侯友宜应该请你去帮他写这稿子 不是 太可惜了 日本人优异的做一个球给你 反打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现在的赖清德确实有危机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越南部的票越好 你看现在国民党没有办法在南部挑战赖清德 但是柯文哲可以在南部挑战赖清德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柯文哲在加玛丽 把这个赖清德踩下去 我觉得这个是你要努力的地方 那我觉得侯友宜要把中部的地方守住 然后北部地方本来就是你的本命区 你看台北市市长是国民党执政 新北市市长就是你执政 陶渊市市长更是国民党执政 我们从台北一直到台中 全部都是国民党执政 把本命区守住 然后让柯文哲去铲除你的障碍 不是很好吗 这个策略太好了 那另外赖清德又要模仿蔡英文 搞这个温情路线 对 我觉得毫无创意 赖清德你如果只有这个水平 你还真的不要出来选 为什么呢 因为你当初出来选的时候是 人设的造神运动 人设 对 造神 到处喷到有人倒在地上 搭高铁都可以喷到奇怪的事 一直巧遇 永远是巧遇 而且只有那一个身段 现在又开始跟我们的毛小孩 要有身段了 你就演给大家看吧 把你家的那只狗演出来 在门口 我们做自媒体的 我们去帮你撕拍 然后你就离开家去上班 我们就守在那个地方 拍你的毛小孩 有没有站在门口 等你回家 等到你回家 如果有 那你没有失真 你没有造假 如果那只毛小孩 没有坐在门口就走了 去尿尿啦 吃饭啦 玩乐啦 那你就失真了 你就他 因为你说的 是你自己说的 他就坐在门口等 都没动 完全没动 也没去上大号 没去上小号 也没吃东西 就在门口等 吃吃的等 等得每天每月 等得你回家 那你怎么知道 他一直坐在那边等 所以你有监视器 把他监视器拿出来给大家看 还有一个 你说他去舔电视上的你 是你看到了还是谁看到 如果都不是的话 那请问是谁看到 他在舔电视上的你 是 哎呦 不要再玩这种失真的游戏了 要层层实实 正正派派的闲局